感覺治國但現在Kimoji真的就是壞嗎 民眾已經告訴你了 還有誰他在生生患 是家屬們 我們先看到的是幻影團長講得非常好他說 法律遠在天邊但拳頭就近在眼前 這是剛剛兩位來賓幫我們講的 鄭老師我想要問一下 我們就來看看家屬實際的聲音 他實質上遇到他的家人就無端的就喪失了寶貴的性命 好這個是誰 這個是湯景華 他縱火燒死了6個人 曾經四度判死 但是現在怎麼樣呢 現在最高法院他現在可以自行改判 他把它改成無期徒刑定業嗎 他還擴大解釋說兩公約是不能夠判死刑條件的 這些個別的個案當然很值得討論 那看起來蔡英文政府是玩音的 就跟前面一樣 就是說暫時跟你冰凍最後還是生的 那有關廢止 他們現在就是通過技術操作 在最高法院盡量就是不判死 然後已經判了死就退回 然後最後改成無期徒刑 居然間實質上達成 還是沒有 沒有這個 有人被槍斃 變成是廢止 但我認為有四個東西是蠻嚴重的 第一個就是踐踏法律尊嚴 這我放到最後再講 我先講說這一次這兩天引起的這個討論是 說 被害者家族說你這個 什麼是幫被害者呢 你怎麼把被害者的人權 搞得 這個 都 都忽略掉 講一個問題是 加害者的人權 重視加害者的人權 不過我覺得這個地方還是要辯證一下 第一個 加害人你傷害的人 他到底有沒有人權 我認為還是要有的啦 就是說 他如果今天 你看有時候以前警察就會把一個案子 把所有的這個其他案子都栽贓這個人身上 他他是個犯罪者 可是他不能夠 被超過他應該對待的 超過對他的對待 那麼就是傷害了這個加害人 所以這個加害人還是有一定程度的人權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他跟 被害人來比 你不能被害人的人權被漠視 現在很多這些家族不平是說 我們家人受傷受害死了 沒有得到他們覺得應該的 所以 第二個問題是說你這個被害人的人權有沒有被漠視 那我認為說 某種情況 再提到第二個概念是說有沒有可能教化的可能 我認為這個真的是不是重點 廢除死刑的一個其實很大的一個理想性 就是說 你到了一個殺人已經是末端 槍斃 執行死刑更是末端的末端 關鍵是什麼 問題是怎麼產生的 這個社會為什麼產生這麼殘酷的命案 我們是希望說 不要因為要把人斃了 大家眼睛就看不到 問題就忽略了 如果廢死死刑是怎麼樣 逼著這個社會去面對說 怎麼會產生這些問題 那這些死刑犯以後好好的研究 他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從這裡面找到因素 從一個重要的地方下手 所以今天 蔡政府被批評的是說 沒有一些配套 其實不只是 預證的配套 我認為最重要的配套是說 社會問題的根源在哪裡 我們要放過這兩個不殺他 是希望說以後從此不會 再有這樣的罪犯出現 這才是我們真正安全之所在 不是說把這幾個殺了 下次出現 你怎麼辦 炸彈隨時在你旁邊 可是這麼一個最嚴肅的這一部分 我認為蔡英文政府沒有面對 我們這個社會有什麼出現 這麼一個殘酷的罪犯 這幾年沒有告訴我們 那你這個怎麼沒有辦法 讓老百姓得到安心的答案 理想要弄那麼高 我要講一下 以殺 指殺 當然不是最好的上策 你能夠不殺 能夠叫化 能夠讓這個社會安居樂業 棒 可是當你這個最高 最理想的政策 你拿不出來 你沒有做 老百姓只有推出 你至少要以殺 指殺 殺人則死 這不是一個最基本的 老百姓的要求嗎 所以我要講說第三個 就是說蔡英文政府 欺世道明 你講得那麼理想 講到這一部分這樣子 不是不好 可是你看看每一次民調都有七八十的老百姓是反對 廢除死刑 為什麼 他們就說你講得這麼好聽 不要講說這些人進去了 相關的配套 後面的犯罪 我剛剛講那個從根本上 讓我們是一個 沒有 這重大犯罪的社會 我們沒有看到你在努力 你這幾年 你們天天自己在製造仇恨 你們天天砍到道道見苦 你們到處都是殺氣騰騰 然後就叫老百姓說 大家不要殺 我們要廢除死刑 那人家就感覺很錯愕 你沒有說服力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大家注意這個民調 七八十是反對的 那倒過來講是百分二三十還是贊成的 說要贊成要廢除死刑 這些人不管怎麼樣可能有比較理想性 蔡政府 過去就是進步調子 高調唱得很高 博取美名 包括同志各種各種進步 他們都沾 包括河 這個廢河 可是面對現實的時候 他們就處理不來了 那處理不來怎麼辦 他就玩兩手 因為他們要這二三十 這二三十二三十% 反對廢死人的票 所以就玩這一手 判了刑 就踢來踢去 踢來踢去 踢到最後 去年都沒有半個人被判死刑 也沒有半個人被執行死刑 哇 這些反對死刑 這些支持廢死人都好高興 我們總統好棒棒 這一點 所以民進黨的選票就照片 就照拉 這種情況之下 那些七八十人老百姓 當然就很不服 所以他就玩兩手 這是民進黨政府 我覺得說 罪罪讓人家就是受不了 為什麼民心不服 你有種你竟然調子感 唱這麼高 理想感 接得這麼 這麼好 那你就要認真做 他們不是 他們就是虛名要 選票要 幹實事 做實事 做不來 因為他苦工 要徹底面對社會問題 對每一個死刑犯 他可能真的就要 這個重大犯 好好地研究 為什麼會這樣 抽絲剝繭 找到根源 然後講對政策 然後又用力去執行 哇 這個太慢了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就取巧 取巧就跟剛剛這樣 不判 脫 讓死刑沒有執行 我再講重點 他是為了要 去交代那個 二三十趴的 反對死刑的 這些人說 蔡英文政府棒 票繼續投下去 那你這些 主張死刑的這些人 他到時候再給你其他的好處 反正 他不是百分之百 到最後呢 雖然不滿歸不滿來 死刑是小事嘛 死刑是一部分人的事嘛 所以呢 他選票 照樣騙 用別的方式騙 這就是民進黨的政府 蔡英文政府 看到這個事情 他們操作的手法 這為什麼我是最最不能夠接受 要不然 你就面對現實 做不到 你就跟老百姓講 退而求其次 以殺 指殺 對那些唱高調的 費死的講說 做不到 我再回到我個人 我對一些費死聯盟 有一些人 本來我是很支持 像他們聽說張娟芬之類的 我敢點名 我敢負責 嘴巴講的 趁著張天下強 做了一些事 他自己本身就是一個加害者 他對誣蔑別人 他對別人的這個清白 這是幹啊 你張娟芬這些人到最後 都讓人家覺得說 你們是說一套做一套 這跟民進黨政府一樣 表裡不一 所以這個事情 要看他的本質 騙票 理想被他們踐踏 受害人的家族不平 社會忽然間感到混亂 我是覺得說我們這個 廢死運動搞了幾年 事實上是搞爛了 搞臭了 好就算是在 二三十個百分點的人 被討好 其他的七八十呢 你不用擔心啊 因為他也沒有把話說死 他沒有說我們現在是廢死 所以他繼續可以繼續騙 等於他都要通刮了 感謝我們的網友 Kelly Chen的斗內 還有Lance Ling的斗內 Lance Ling說 殺人不償命 作惡不判刑 看好的世界 就是罪犯天堂道 順便姐你剛剛提到的是 家屬的新生 西門町的雙失命案 他的家屬說了 蔡英文總統守護加害者的人權 加害者不是受害者 華山草原凶殺案的家屬說 法官你不想判死 你政府又不敢講 結果你審判最後玩假的 你折騰的是誰 當然還是被害者家屬 你不只被害人被折騰 甚至賠掉了性命 你被害者家屬 今天是由政府來去做折騰的 他怎麼玩 他跟你玩最高法院 對死刑案件的嚴格審查 有幾個方方向嘛 第一個就是你剛剛講到的 有教化可能性 無限上綱 無限放大什麼都可以被視為是 有教化可能 再來呢 還可以開一個 言辭辯論庭 再來還有主張廢除死刑的 這些人法官就可以調任 最高法院 所以我剛才問生美姐 我們與二到底零距離嗎 今天不是有一個新聞 最新的就是有一個職業軍人 他把兩個小朋友 給殺害了 然後再自殘嗎 我先說 西門町雙失案 因為可能有些 粉絲 網友們 忘記了當年 非常轟動這個案子 其實這個案子是個黑吃黑的一個案子 有兩個年輕人 他們從台中來 從台中來到了西門 西門町 然後當時是一個 毒品交易 但是就是被一個老大指使 就把兩個人在這個 當時的停車場給殺了 其中一個這個 就是死者的爸媽呢 非常傷心 畢竟孩子走錯路 但是那還是他的孩子啊 而且是他的寶貝孩子 這個案子 每一次開庭 大家可以想像嗎 一個殺人案 要多少年 西門町雙失案 到現在都多少年了 這個媽媽沒有一次缺席 只要開庭 他就從台中坐車來到台北 然後去出庭 結果這個雙失案 最後呢 判的是無期徒刑 然後媽媽每一次都淚崩 在法庭上不斷不斷地喊說 難道台灣廢死了嗎 可是沒有人 要去關注這個媽媽的心情 沒有人去聽她的聲音 那這個案子到最後 現在就是一個 無期徒刑的一個概念 然後法官的說法是說 還有一些證據沒有完全釐清 但是我要講另外一個事情 就是剛提到湯景雄 因為他也是燒死了六個人 那為什麼翁仁賢已經伏法 那湯景華跟翁仁賢會被 做一個比較 那這個湯景雄 湯景華當時的狀況是這樣 他跟另外一個 一個翁先生吵架 然後吵架之後呢 互告 結果這個湯景華他輸了 官司輸了 那你知道就懷恨在心 所以他就到他家附近 就去燒那個機車 一開始就燒機車 就把這個翁先生的親友 有六個人燒死 這是六條人命 但是法官的說法是這樣 一開始也有判過死刑 但後來是無期徒刑的說法是說 他不是直接故意殺人 燒機車是間接 但是各位 法官在這個判決人當時也提到 這個火整個起來之後 湯景華不會不知道會燒死人 你明明知道會燒死人 那就表示你沒有殺人的故意 這都不是我要跟大家細去討論 是這六個人的家庭 他們的家人 墮入了人間煉獄 已經這麼多年了 那我們給了他們什麼 然後你就說 不是直接殺人 有教化的可能 各位 其實這幾年因為有網友提到拳頭硬了 我必須講的是說 我不贊成 很多一些社會事件 當然有民眾是用私刑的方式 就是到現場去打人 當然不行 我們是法治國家 當然不行 但是久而久之 我比較能夠理解 這些人的刑情 是因為我們的政府 剛剛 老師也講了 辛華也提到 我們政府給了我們什麼 給了我們什麼 就是 今天即使我是個受害者 我都沒有辦法被保障 你強調都是那些加害者的人權 那讓自己 我不鼓勵私刑 不鼓勵這種拳頭硬的這樣的概念 而且 為什麼民眾會心情這麼的痛苦 甚至於他不見得完全就是受害者家屬 他真的看到他受不了 為什麼 是這些人沒有辦法得到 至少我們期待的 法律的制裁 你知道現在更是 變本加厲是個狀況是什麼 你知道案子是這樣子 案子這樣鬧大了 感覺警方皮繃緊了 感覺這個案子也可以得到一些關注 如果案子 沒有 得到社會關注的時候 很多人 還是在那種痛苦當中 不知道怎麼辦 這樣的民眾有多少 所以各位 我今天不是在 跟你討論 廢不廢死 是每一個人都可能有受害的經驗 大大小小 那這個政府給了你什麼呢 難道又要來給我們催眠了 有教化的可能 就這樣而已嗎 中立新聞不會消失 就會更強大